92年出生 05年 凭加油儿女成为国民闺女的的杨子 想往演艺界走 杨子爸爸咨询宋丹丹 宋丹丹说 这孩子不是漂亮型的 不适合娱乐圈 估计杨子 爸爸后续也不是很想杨子 走娱乐圈了 所以后续加油儿女第三季 是杨子爸爸瞒着杨子推了的 自己亲爸和加油儿女里的妈妈 都不建议他走娱乐圈 这姑娘最后还是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进了娱乐圈 2015年杨子签约欢睿 出演朱仙忠的陆雪奇 杨子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解释过 出演偶像剧是希望积累商业价值 获得更多话语权 不再任人挑选 而是可以主动选择喜欢的作品 然而 全网群潮他想走流量 现在还有黑粉潮他叫顶流 然后他真的做到了 2019就充顶了商业价值第一 甚至改写了男艺人 常驻第一的常态 现在杨子自己挑剧选择力也大了 这姑娘要强的不得了 你说他不适合娱乐圈 他就走给你看 你说他不适合流量 他就充顶给你看 现在新的潮法 说他这几年没拿什么主流奖 这姑娘今年接的戏都偏证据了 前几年接偶像剧充流量 现在接证据应该是充奖了 这种性格的人 所以粉潮什么 他就证明给你看 这样的样子 你爱了吗